那像我这个月我只上三堂课而已 我不相信你电话打不通的情况下 你能帮我处理退费这个问题 才刚缴完钱 健身房就恶意歇业 20多名受害会员和前员工走上街头 指控知名健身房BeMonster 他都很正常的回答说 我们都会退你费用 但是到晚上12点的时候 直接就发一个email 而且是大家都睡觉 他就说直接停业 那我们隔天有一月上课 我也有一月上课 像今天直接整天的课被拉掉 完全是故意的 退费说辞漏洞百出 甚至公告停业四小时前 还在收会费 让会员质疑 无预警停业根本早有预谋 有创办人总田美术姐妹 从纽约引进日本的BeMonster 主打暗黑拳棋 包含日本 上海 台湾 共有十个据点 2019年登陆台北 直到今年2月 由曲性经营者接手 经营开始变调 5月财务被解雇 还要求员工签署 十年的肖像权合约 6月25号又生成业务紧缩 将教练降薪到基本工资 放无薪假 三名员工告上劳动局后 7月1号却被直接解雇 三点上班我在2点50分的时候 就是被解雇了 但是我当下都不知道 我到了公司 全体同工才跟我说 你刚刚被解雇了 像我们在这个月也没有业务紧缩 我们还是全力的去上完我们每一堂课程 为了就是不希望让会员的权益受损 我们绝对没有做诈欺 违反商标法或是公然侮辱等刑法的罪行 请你拿出证据来 不满公司在官网公开姓名 抹黑员工涉案占领公司 三位教练透过社群媒体自证清白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准备对簿公堂 还我清白 让B-Monster正常名运 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